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場所在的位置 就是銅鑼灣近天后的慶法街 其實今天有市民在網上發起了 十八區開花的一個示威活動 在維園對出的慶法街 就是其中之一個集合的地方 在這個活動開始的預定時間 即是七點鐘左右 就有大概五名的年輕市民 在慶法街的Starbuck對出 就是被搜查的 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有超過十名的防暴警員 在搜查他們 這一批被搜查的市民 多數都是 先隨之年輕 而且穿著街坊衣服 一部分就是穿著黑色的衣服 相信就是因為這樣而被搜查的 其實根據消息 警方其實已經在港島的各個地方都有部署 好像我們剛剛就是乘車過來的時候 已經看到在這個中環的環球廣場對出 就有超過二十名的防暴警員 而在銅鑼灣的F出口對出 然後就是還有在灣仔的一塊 也有看到防暴警員在戒備 而在今早稍早的時份 其實分別呢 警察在太古柴灣和維園對出 都是有拘捕到 來參加這個示威活動的市民 因為不知道這批市民會不會被捕 所以我們暫時留住在這個位置 在他們搜查的同事 我們就看看附近 那可能就是因為時間上了的關係 那廚街也是沒有很多人 那我就有一部分學生就是經過 那我還有一部分學生就是經過 那我就是地均路 我工作上去 那我工作上去 啊 啊 其實今天所發起的十八區開花的活動 原意就是希望打破 抗爭一直都是在下午或者晚上進行 隨時第一次將抗爭活動 移私去到早上去舉行 抗爭者希望透過這個堵塞綠路 還有堵塞地鐵去攀悶了禁照的交通 從而去做到罷工的效果 可以看到剛剛被搜查的市民當中 有三名就已經獲得放行 仍然還有一位穿著白色衛衣的男生 仍然被搜查當中 其實這次的開花活動 就是計8月5號全城大罷工以來 第二次就是全民不合作運動 去堵塞交通 但是比起上次警方的戒備 是這一次就明顯是嚴密了很多 有很多的 那邊的防暴警員就已經離開了 我都可以看到這一名被售身的市民 他的隨身物品和書包就已經被探在地上了 但是裡面似乎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物品 我們目前所見只看到有一袋衣服 而警察現在就在搜查背包有什麼 就拿了一個水瓶出來 我都可以看到其他的行人也是如常地上班 在供上學的 爐面也開始慢慢多人了 咪嵘 fulfil天下 咪嵘去 咪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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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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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